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就是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壇思見 在我身邊有師生和浩德 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跟大家說一聲中秋節快樂 因為節目播出的時候 應該都差不多是中秋節的正日 現在問師生 你喜歡吃月餅嗎 譬如中秋節時會有些慶祝呢 現在就不太喜歡 小時候曾經好恨吃月餅 因為那個年代物資短缺 有些東西甜甜的都吃 不要說月餅我冰糖也會吃 冰糖也會吃 喜歡吃什麼月餅呢 先生你以前喜歡吃什麼月餅呢 我們小時候就吃 江節一帶的月餅和廣東月餅不同 至現在香港人的咖哩餅 皮蛋酥 來到香港才吃 廣東式的月餅 主要是蛋黃蓮蓉 以前我們香港的台條 五人 五人月餅 浩德浩德喜歡吃月餅嗎 我是一般的 就算我小時候也不太喜歡甜 你年輕我很多 你們那一代很多食物 我沒有師生吃冰糖 我喜歡吃蔗糖 我覺得蔗糖挺好吃 所有的糖 香港都是蔗糖為主 近年就少點吃 因為要保持健康 中秋節是開心的時間 很多時候我們說中秋節是團圓 但近來有些新聞反映到 香港似乎可能團圓越來越難 比較多人移民 或者離開香港 最新出了一個數字 香港的勞動人口 年輕勞動人口 按年竟然下跌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四 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 似乎都挺影響香港的勞動市場 師先生你怎樣看 很多年輕人可能離開香港 會否對我們經濟或結構 甚至乎可能中原請人都有影響 這種情況其實是一早預計到的 不是新出現的 就是任何一個地方 當他的政治體制出現一些 根本性的變化的時候 都會有些人適應 有些人不適應 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的統治下一段時間 受西方的思維影響 都很大一下 現在回歸後本來 第一個版本的一國兩制 都保留原來的狀況多一些 在社會運動之後 有一些情況是作了改變的 起碼有一部分人 尤其是年輕人 覺得這種改變是不爽 加上外國也引誘他們 有很多優惠措施 都是一種政治較量 角力的手段 我很早預期有相當一部分人會離開 有些人應該想辦法留住他 我比較現實 我認為有些是留不住的 因為我也認識那些人 不是跟他談談就留得住 或者 例如外國 給一些優惠政策 要他離開 其實都是一種 角力 就是要你覺得 即是搶人 不是搶人 要你覺得你現在正在走的 取向有壓力 其實是向中國施壓的一種手段 要你乖乖地跟走他那條路 你現在走的路 是 他覺得是跟他們想看到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就變了 我不相信中國政府 會因為有些人移民 而改變他在香港的政策 所以其實 應該就有 心理準備這種情況 會持續 會持續 當然影響香港 我相信如果不是那麼多人離開了 失業的比例不會那麼低 即是辛苦少了 因為 我認識做生意的人 這段時間生意上都遇到的阻滯 挫折都不少 即是規模縮少了 有些倒閉了 但我們的失業數字 都不是很嚴重 如果你又請某一些行業 IT 廣告 即是Marketing 都不容易請到 即工資還有上升的趨勢 比之前經濟好過現在的時候 工資都沒有上得那麼快 有些行業是要加得那麼多 才能吸引到人 是 這個也是 即是有人離開的一個後果 但是 期望因為這件事 而中國改變 他的對香港的政策也好 他中國自己想選擇的政治路線也好 我認為不像實際的 不會因為有一定的移民 就他改變政策 他問很多 其實年輕的勞動力減少 對金融業或你本身經營甚麼基金公司 是招聘人才是否影響 我想就好像剛才施先生說 我自己公司都有類似的情況 可能有部份的員工 他不是因為不喜歡這間公司 也不是看淡的前景 而是他的家庭也想移民 即是免工移民 也有 比例有多少 以你公司的比例 我知道我公司 有些感覺 也有成兩成 因為你公司勢多 一個是一個差好人 是的 但是具體的結果 都是一樣 就是我為僱主 就要找人 由於整個工作的人 不會突然多了 你的工種是需要經驗 不然累積 短時間之後 其實大家都有個問題 就是現有的人開了 都是要 A公司找B公司的人 B公司找C公司 就好像一個大輪轉 其實就令到整體的工資貴 可能我們同一個職位 同事走了 可能如果現在出去找 可能要給以往一段時間 可能加一個很明顯的加幅 才會請客 但問題就是這個 好像施先生說 不是因為突然生意好了 經濟很有意 而是純粹是經營成本上漲 我想其實很多行業都有這個壓力 尤其是這個 我想這個星期 其實證監會的高層 也有提及過這個問題 其實金融業 也開始出現很明顯 因為金融業始終在香港 如果計算GDP 計算是很重要的 20%多重要 而僱用人口是少的 其實這個行業的人的產出率高 如果那些人流失了 其實這個問題就很大 因為服務業 他們的東西不會說 一出去又會這麼容易回來 是 這件事可能會對金融業的影響比較大 而對實體經濟會有影響 剛才說 年輕的人的顧動人口 由於他們的所謂經濟學問 那個stretting cost 即我離開香港 找回一份工作等等 他覺得由於他本身都不是找到很多錢 他覺得重新去駕駛Uber 或者去市場幫忙做倡務員 他的想法都差不多 所以那些人會明顯一些 但我覺得如果香港高增值的想法比較高 即金融業都出現這個問題 其實那個就要注視了 我想有一個地方是新加坡 雖然早前他們的副總理 就來香港和特首開會 就說希望香港和新加坡合作 但轉頭他出現了一個20萬美金 就能立即給他簽證的策略 施生你會否金融業的高級人才 都被新加坡這種類似的地方的策略搶走 以前新加坡在金融上的競爭 沒有香港那麼好 你看新加坡股市的活躍程度 跟香港也有距離他們的IPO 或者很多公司想上市 會否首選新加坡 應該是不會的 因為他的集資能力是低於香港 即市場是香港比新加坡好 所以做金融 可能新加坡不會放在香港之前 所以他才要給優惠條件 在這段時間 我知道新加坡吸納的資金 吸納的人才 比以前更多 最近新加坡是 中美磨擦得益者 或者香港一些社會運動的得益者 所以他們現在 增長的步伐應該好過我們 將來會不會更加多人去呢 因為他是一個國家 他有自己國家的立場 一些準則 所以金融市場 在金融市場的自由度 可能以前沒有香港給得那麼多 政府有些東西會出手 會干預 多過香港政府 所以 比以前好 但是 暫時未必好得過香港 很多基金公司的角度 會否多基金公司 或金融機構 以你所知 都真的搬到新加坡 或是人才都去某個地方 剛才師先生說過最重要的一點 因為如果以股票市場計算 始終香港是背靠國內 所以 始終那個份務都是大 其實它的股票市場 跟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暫時不見到 角力很嚴重 但是其實新加坡 我理解的 其實有很多其他方面 其實是優勝的 譬如監管 大家知道 其實很多 另類資產 例如虛擬貨幣 香港就是 不算很 立入主流 暫時未立入主流 其實事實上很多 現在世界最大的 加密貨幣公司 其實本身是香港 香港生存不到 他們去新加坡 其實新加坡很多時 承接了香港不做的事 譬如說 外匯 其實香港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 外匯中心 不過香港監管之後 很多生意就流到新加坡 類似剛才說的 這些加密貨幣新興的東西也是 我看見其實新加坡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他們的管治方式 第一 比較主觀性 潛沾性復壞 好像是對營商環境去看 比較重視 它有用這些方法 有些東西都是 再加上現在 我想新加坡一路的定位 就是當世界立暗 人們就想去那裏 避風頭 好像瑞士一樣 如果全世界 歐洲混亂 有錢人就想搬去瑞士 東南亞就會搬去新加坡 我覺得香港在移民的態度上 一定要鬆一點 因為有一個時期 香港都有移民的計劃 投資多少 輸入人才 輸入人才 現在你都知道有這麼多人走 你應該是打開大門 給多些人進來 我相信現在 進來也要放一些內地的人進來 最大的可能 短時間能夠補充你流失的人口 就是從內地來 我記得 以前舊公司 在新加坡有辦事處 我記得一個具體 他們有一個安排 外國僱主 僱用當地 即新加坡的大學生 做你的行業 他可能覺得你的行業是好 他其實差不多資助大部分大學生的公司 即是用這個方法去吸引外國人 至少留住自己的大學生 可以吸引外國公司來 然後教導你本地的人口 變成你那個 好像吸引外國的技術 香港在這方面好像是 香港以前是Laser Fair 儘量不允許優惠 儘量沒有特殊處理 儘量不干預 亞洲區 可能是新加坡 搶進香港的人材或資金 也有很多香港人 在歐洲去英國 英國近來選了新首相 女性卓慧斯 先生你認為他的上頭 會否對中美關係有變化 文說他對中國似乎比較強硬 其實英國手相換了 但是他的困難其實依然存在 卓慧斯 其實你覺得他態度硬了 我自己覺得他態度硬是一種 就是用言詞、語氣去表達 不是他真的英國有條件 真的硬一點 譬如他對中國的態度 對烏克蘭的態度 因為英國自己的處境 不太好 他能夠拿到出來的東西 是相對有限的 他只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表現 英國就試過有三位女性的首相 如果你以卓慧斯 和戴卓爾夫人比 就差很遠了 戴卓爾是可以說切中時弊 真的上了台 令英國是改頭換面 走過一條新的路 即是他制約了工會的發展 去保守黨 又將國營的轉為私營 又減稅 即是扭轉了英國工黨上台 過度福利化 真的走過另一條路 就會改變 但卓慧斯基本上都是走回 即是約翰遜年代的東西 你說他強硬 都是別人一早都是這樣的 他對歐盟有沒有變 他不是說進歐盟 他都是繼續脫歐 對烏克蘭有沒有變 都是一樣 是否買回華為的產品 其實全部都是燒規曹除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英國不會出現很大的改變 如果你的國家本身的實力沒有很大改變 你怎樣強硬 就只有口頭強硬 所以我自己認為 他不會說 因為英國的政策 不會因為卓慧斯上台 而特別強硬 只不過你說他 走近舊時那條路沒有甚麼分別 為甚麼走近舊時那條路 不讓約翰遜走下去 如果我個人說 我覺得約翰遜比卓慧斯厲害 實力厲害 卓慧斯當外務大臣時 連波羅的海和黑海的位置都搞錯了 又把一些俄國的城鎮 以為是烏克蘭的 所以他 不是真的被人的印象那麼厲害 只不過 約翰遜的民望太低了 約翰遜當然那些開派對 不可擋得大 主要就是 英國實際上 困境不容易解決 唯有換一個政治領袖 希望安撫人民的情緒 所以我認為 在這個新領袖下 可以對英國 有更大的寄望的可能性很低 所以即使換了這個首相 英國的情況 未必會想像中這麼快 可以改善到 我們今節的時間到這裡 第二節我們會講到 一些股票和投資方面的問題 我們第二節再見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 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